大鱼山梅窩一幅前身是臨時房屋區的土地 空置40年都沒有發展 最近政府打算改變土地用途 用來建居屋 預計4年後落成 梅窩這幅地昔日是臨時房屋區 是上岸漁民的落腳點 70年代臨屋拆射後 土地一直空置 一曬雨淋了40年 要地盡其用 一幅位於銀灣村旁邊的土地 成為政府密地的新目標 打算由原本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改為住宅用地 會建兩棟屋 提供460個單位 預計2017年落成 可以容納1,500個居民 梅窩的設施我可以說是完善的 我們有政府大樓 有醫療局 有民政署 有24小時的診所醫生 OK的暫時 因為現在我們搭船是疏落的 沒有什麼人搭的 和長洲的比對是天同被比的 這幅地距離梅窩碼頭和巴士總浸 有大約10分鐘的路程 附近的居民出入都是以單車代步的 梅窩曾經是大嶼山往返市區的必經之路 亦都是旅遊熱點 但隨著東涌發展 梅窩平日和假期都比以前冷清 碼頭旁邊的商戶希望梅窩有新居屋 可以令梅窩回復現樓 人流太少 交通各方面都不夠貴 變成每個人都貴 要多一點人 一個小社區會比較好 承規會屬下的小組 下午通過有關更改土地用途的建議 稍後再諮詢公眾和地區意見 無線電視機者李嘉盈不讀